早上,我们被安排在高野山的宿坊里抄京,顺道介绍一下东密的传奇人物,空海。 空海是一位日本东密宗的传奇人物,从小学习汉文与书法。 在15岁那年,空海被送往平安京的大学学习。 然而当时的贵族子弟无能为力却能轻易毕业,他对此感到不满而选择退学。 不久后,空海在那梁的东大寺受到了巨族解,正式成为一名僧侣,在前往中国求法前十年,一直致力密宗的修行。 在804年,空海前往中国洛阳的白马寺学习,并在长安的青龙寺遇到密宗大师惠国,学到了金刚界与胎藏界的纯密教法。 惠国大师在805年元席前将他认定为密宗的第八代祖师。 空海肩负着把密宗在日本发扬光大使命返回日本,创立了真言宗。 他在817年于高野山创建金刚丰寺,并于823年被赐于京都的东寺作为密教的永久道场。 空海不仅是一位佛教大师,还精通翻语、书法、诗词创作。 空海于835年在高野山入顶,享年62岁。 他的弟子发现即便过了七七四十五天的忌日,空海的遗体仍如生浅一般,皮肤油润,须发生长。 这一奇迹至今仍被传颂。 在进食完丰富的精进料理后,我们一起夜游目到。 而这道目到的终点正是空海大师的目。 其后,我们步行前往参观金刚丰寺。 总本山金刚丰寺不仅指金刚丰寺,还指整个高野山。 高野山被称为一山寺庙。 以至高野山到处都是寺庙。 因此整个高野山就是一座寺庙。 平方湾尽头盒兰。 Gray方湾尽力。